如果,in order for a broker to be entitled,他要拿佣金的時候呢 他要證明,except where to sell be 19 不需要證明 broker有權去拿佣金 但其他人就不可以 除了owner,哪個情形 broker是可以拿佣金 except owner A 因為owner是可以在這個情形自己買 自己拿佣金 我覺得這條是考英文的 考英文是to the exclusion of 其實to the exclusion of 如果你試試想一下 他插了這句 你們會不會答錯 其實這個to the exclusion 是給你們一個顯示的 你想真點,插了這個to the exclusion broker as a way to collect commission except the owner 我們一樣答A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我想講的題目上面的提示 題目上面很多時候都是有提示的 等你知道excuse 是啦,有個excuse 等你抓了你的attention 合同呢,contract which authorize the real estate agent 去買那個property during a specific 在一段時間 是可以給他去買的 而給那個人呢 是誰都 應該是open listing 為什麼你不選擇open呢 為什麼open呢 因為 不是喔,他的題目是說 哪個賣都好 都是那個 那個 那個 如果是 如果是 sale 是 made by anyone 他都是collect的嘛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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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看了 不是,好東西 看了 看了 你真的不用做這個精神 那,usually那個broker 是 是 是可以討價還價 但是如果那個term已經完了的時候呢 那他有一個保護期的 我在想著protection period 我們有沒有一個好一點的中文呢 保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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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安全 因為有一個叫 safety clause safety clause safety clause 其實跟protection clause 是很類似的 那safety clause 是甚麼 又是expired 又是expired了 但是呢 那就是那個agent的 這個 是不是給agent 這個也是給agent的 這個也是給agent 那是甚麼區別 一樣的 我只是 same thing same thing 我只是見過有一個 就是procuring clause 和這個 放在一起 procuring clause procuring clause 就是追索的那個 就是說 我有那個bio的名字 和電話 所以我就是 有用金的了 就是好像 mine to fee 那樣 procuring的意思是甚麼 你覺得 procuring pro 是追 cure cure 是抓住 所以之前已經抓住 所以之前已經抓住 procuring 就是之前已經抓住 所以有recurring 所以有recurring 那是甚麼連續性 不知道是甚麼 連續性 甚麼甚麼意思 那個是否recurring recurring recurring 可能是recurring 因爲 cure這個字就是 就是 捉緊 e字 procuring 之前已經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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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樣的意思 因爲我之前 帶過他來 嗯 所以你呢 他雖然 我的cure 結束了 但是他 後來才跟你賣 都是跟我有關的 嗯 這樣也明白 怎樣證明呢 就是由我 給那個人的名字 和電話 就算他 有時候 很多時候 那些人是不認的 嗯 不是的 那都沒有辦法 就是我們考試裏面 都說 就算他不認 只要我prove 就行了 哪天幾點 他叫甚麼名字 他是怎樣來 但是呢 我們agent 就很多時候 都不對博公堂 就自己吃虧了 那早就好像 啊 好像阿虹那樣 阿虹假設 舉個例子 他自己是listing 但是他自己呢 就說 嗯 嗯 一定要 拿 你是想買我家 那 你 我要 即是我的銷售說 你要找我做A獎 嗯 這樣 那這件事其實就是不對的 嗯 嗯 是的 而這件事我們怎麼會知道呢 就是因為 買了之後 這個buyer 就是廣萬春 就是跟我說的 嗯哼 那些東西是說 那23 要讓他做賣才行 而這個buyer呢 就是Santa Barbara這間 這間屋 Santa Barbara做甚麼 就是剛才那間租屋那個 租屋那個 租屋那個 就是那間屋 我們幫他買賣 所以 所以 那些東西 世界很小 那 那個人呢 有freehold 那個人 那個人 這個他還沒講 哦 不是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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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生意的 growth sales 來計的 所以 例如說 生意是 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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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king lot 都是 那就叫percentage 如果那個人 是 是自己擁有的 那下面哪一樣東西呢 是會 不是自己擁有的 那 OK 23 seals and lease back seals and lease back 是啦 因為那個是lease來的嘛 那 這條題引申出來的 那條題他問 他還可以省稅 因為那些rent 可以hundred percent 才可以 是啊 23 嗯 沒錯 嗯 嗯 24 如果那個人 是租那個士多 只是租六個月的 他 我們知道是 有 開始有 有元件 就是什麼 4 years 那 那個Eastman 和Lycin的分別 那 剛才我們那個 但他這裏 沒有personal 嗯 那 答案呢 但他這裏就是personal license是personal license是revocable 就是可以 給人家釘牌的 Eastman是沒有的 沒有說釘不釘的 license 可以 政府可以 或者是 Lycin 就是可以給政府取消 是的 而Lycin 是 是 不可以 說 assign 就是 轉讓給人的 因為他是personal 所以就是non assignable 那 那個酒牌 可不可以賣給那個新的人 都不行 可以啊 可以賣個牌 其實只不過賣個方便 去等他那個餐館 就是領牌容易的 哦 不是真的賣個名字的 就是 就是 那個酒牌 下了你的名字 就是你的名字 不能改的嗎 如果那個新的Omari 他呢 只是 有一個方便 是說他在那間餐館裡 用 41號酒牌的話 申請 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那個酒牌不是跟店的 是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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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不能賣的 不是 是可以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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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可以賣的 給你做 是可以賣的 但是我賣給你就可以 是可以賣的 因為我賣給你 好像租給你 那樣也可以 我給你用